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在家居环境中,与大自然最接近的地方就是阳台了 它是整个空间的纳气之所 大家可以在阳台上晒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 还可以纳凉晾晒衣物 由此可见,阳台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场所 很多人为了让阳台看起来更温馨,还会在阳台摆放物品 但这些物品的选择也有一定的讲究 摆放错了,会给自己招来霉运 那具体哪些物品能摆,哪些物品不能摆呢? 下面大佬就来告诉大家 一,阳台不能放酒物 一,风铃 很多女孩子喜欢在阳台上挂一个风铃,以为非常浪漫有情调 从风水学上认为,风铃因为被风吹动后会发出悦耳的声音 可以带动空气流动并影响磁场 所以是有化煞的功能 但是在阳台悬挂风铃很容易被外面的煞气吹动影响家中的风水 二,高大的绿植 在阳台上放置盆栽,阔叶盆栽,柜竹等较理想 但不宜栽种叶片太过茂密,而且高大的绿树 屋外有大树会使家运受到影响 小花小草等小盆栽也可用来点缀阳台 如果每株花草都长得很好,代表此处阳气盛 若花草总干枯不大,则表示此处不宜栽种 或者是要另选其他绿树 三,神位 供奉神位免不了点香烛 经常弄得家里乌烟瘴气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有些人就把神位放到了阳台 认为便于通风散气 还能让神位接纳大自然的空气 实际上这种做法大错特错 阳台过于空旷 风吹雨打在此处摆放神位很不吉利 容易冲撞了神像 如果到了冬天 神像被西北风吹到 极容易吹散神位的灵气 而且阳台还是家里晾晒衣服的地方 衣服沾染了人体污垢和气息 尤其是内衣裤 在此处摆放神位就会对神灵造成不静 对家中产生不好的影响 因此阳台是不能摆放神位的 四,镜子 从生活的角度来说 镜子似乎是居家的好帮手 可以帮助我们日常着装 但是若从风水角度来说 镜子似乎就不是那么吉利了 因为镜子有反光的作用 若是你将镜子放置在阳台上 就容易将外界一些不好的东西折射到家里 对家中的人来说是很不吉利的 因此像镜子一类的带有反射作用的东西 是不适宜出现在阳台的 有就赶紧撤掉吧 五,杂物 阳台会利用起来的空间是有限的 有的业主甚至干脆将它闲置 作为一些杂物的堆放点 殊不知其实阳台上的杂物太多 对于家中人来说也是不吉利的 因为从风水的角度来讲 阳台上的杂物太多是不利于吸收财运的 容易导致家中的人摊上一些不好的事情 因此家中阳台若是堆放的杂物太多的话 赶紧撤掉吧 六,洗衣机 关于洗衣机 似乎很多家庭都是将暂时无法安放的洗衣机 放置在阳台的 不过实际上从风水的角度来说 洗衣机是不适宜放置在阳台的 因为洗衣机容易沾热一些杂器 若是将这些杂器带入到家中 对于家里人来说也是不吉利的 容易招惹一些脏东西 因此虽然洗衣机有时候放置在阳台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实际上最好还是不要这样放置了 七,储物柜 阳台在风水上被称作家宅的小名堂 代表了一个家庭财运的大小 阳台大则财运多 现在很多家庭在阳台上堆积杂物 甚至制作专门的储物柜 将阳台变成杂物间 不利于通风采光的同时 还挤占了阳台空间 降低了家人财运 八,鞋子 很多人喜欢在阳台上晾上鞋子 阳台光线比较强 太阳光还可以杀菌消毒 而且鞋子也干得比较快 其实这种做法严重触碰了风水禁忌 我们穿着鞋子会路过很多地方 鞋子上面就会沾上很多污秽之物 摆放在阳台上的话 晦气就被带入到了家里 而且晦气直接会到阳台上 与阳台风水形成冲击 霉运会降临到家人身上 家里的运势也会受到干扰 九,冰箱 风水上说冰箱是一个家庭的招财纳福祥 它的合理摆放位置 会影响家庭的风水运势 因为冰箱是要经常开开合合的 摆放在家里厨房比较好 但是冰箱放到阳台上的话 打开冰箱会把财运带跑了 二,阳台放这些最忘家 一,乌龟 有的人喜欢在家里养乌龟 乌龟是长寿的象征 因此它也是具有很好的寓意的 在家里养乌龟的话 最好把它放在阳台处 一来通风好,采光好 更适宜乌龟的生长 二来它也能为我们家里带来财气和好运 阳台处的乌龟也能帮我们挡住阳台外不好的煞气 二,滤植 在阳台处种上几盆滤植盆栽 具有招贵人的功能 尤其是从事商业买卖和业务工作者来说 滤植盆栽可以帮助其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招纳集气 另外还能净化室内的空气 防止室内出现泄气的现象 三,红灯笼 红色灯笼是我们传统的吉祥物件 不仅辟邪 还能为我们带来吉祥好运 电视上经常能看到 家里一旦有好事 就会挂起红色灯笼 我们家里阳台也可以放置一两盏红灯笼 帮助我们抵御外来的邪气 还能保佑我们的身体健康 家里财运也会越来越好 四,轻荣百建 阳台外面的环境各有不同 比如有的家庭阳台外面直接可以看到山林 也有的则看到的是医院或者寺庙 而且现在城市里的房屋非常密集 阳台外的环境更是难以掌控 如果面对的是一些相对来说阴气较重的环境 那是很容易招煞的 这种情况下可以在阳台上摆放青龙 因为它一直以来都是被封为神兽的 能够有镇宅的效果 五,万年青 万年青干净粗壮 树叶厚大 颜色苍翠 几具强盛的生命力 大叶万年青的片片大叶伸展开来 似一只只肥厚的手掌伸出 向外纳气接浮 对家居风水有强大的壮望作用 所以万年青的叶越大越好 并应保持长绿长青 六,风水轮 在阳台的左方放置风水轮 让风水轮滚滚流动的水汽 这样可以招收各路财富 并且流向自己的家中充实财库 除此之外还对职场运势也颇有帮助 可以招来贵人 七,葫芦 还有一种阳台风水摆见很受欢迎 那就是葫芦 它一直就被人们视为吉祥的东西 比如在各种影视剧当中 葫芦总是被当作神奇的气 所以它在现在家装当中也是很受喜爱的 在风水上来讲 葫芦有调节风水守护家宅的作用 而且它能够吸三煞 也就是斜煞 斜煞,生煞 因此把葫芦摆在阳台是最好不过的 八,石头 石头是有灵气的 把它摆放在阳台 可以吸收阳光的精华 还能汇聚灵气 但是摆放的石头也有讲究 像水晶之类会反光的石头 最好不要摆放 因为反光的亮面会把好的东西反射出去外面 阳台对家人的健康财运事业 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因此在阳台摆放物品是一定要多加注意 记住九不放八多放的原则 趋吉避凶 这样才更有利于个人运势的发展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实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